经济 在江湖中掌棋 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企业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清谈 我是胡一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2018商旅杯国际城市邀请赛的一盘决赛 这是由中国的唐冲哲气段 迎战韩国的江志勋气段 这应该是一盘精彩的对决 在之前的小组赛中 江志勋气段在堪称为死亡之主的A组中 以九战全胜的骄人战绩出现 而唐冲哲在B组中 也以八胜一负的战绩出现 好 我们先进入到这盘棋的实战 这盘是江志勋直黑 这两名骑手都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骑手 手脚 挂 这也成为了一个新开局 这骑这个小飞手脚 在AI的比赛中是比较少见的 AI的对局中比较少见的 而是做了一个更新 AI是下这样比较多 但人类骑手包括朴婷环 柯杰等等 都下过这样一个脚 也表示着其实AI并不一定要迷信AI 关键还是要自己对骑的一个理解 其实最早之前这个布局还是很流行的 但这部低挂却是极大程度的得到人类的骑手的一个认可 最早的时候几乎都是高挂 像我们小时候学骑的时候像这个布局是非常非常多 包括这个时候拖甚至虎了拆 这个都是有的 但现在虎这首骑竞是虎不着了 我们今天正好来讲一讲这一代的变化 虎以后这一黑骑竞是绝对不会再在这跳这个 而黑骑一般是先会点三三看白骑的硬手 白骑如果走这个 黑骑就长 这应该像白骑长黑骑就飞 现在下发比较多 然后把黑骑这手骑就省略了 他认为现在的理念就是 黑骑这手骑和白骑这手骑交换不一定便宜 很有可能将来我就会往这走骑 同样白骑如果贴这个的话 也是有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我走这个 白骑长 白骑靠下 按照以往的话黑骑是团断 按照以往是这么下的是比较多 但现在几乎就很少有人这么下 黑骑搬沾也有 白骑一跳 黑骑都不愿意 黑骑现在下发就特别简明 放入一搬 白骑挤 黑骑沾上 沾和虎都有 白骑长 走 白骑长 这个下发也很长接 现在黑骑认为这样就可以 随后再坚持等等 而白骑如果沾的话 黑骑一般是在这硬一个比较多 不是怕白骑靠了挤 而是怕白骑连搬 连搬黑骑打吃了沾上 白骑飞一个或者打拔都可以 而飞这个虎 这个的话就不存在这个下发 这被打了一家 黑骑出头太长 所以一般现在认为 黑骑即使下成这样 黑骑没有亏的道理 随后坚持 很常见 但现在老老实实 拆个一的骑手越来越少 都愿意把这手骑保留 高挂对于这个布局 高挂是依然存在的 但就是下的并不多 最主要是这个我们之前讲 低挂以后不怕黑骑夹击了 按照我们以前下 看到这个低挂的话 是想都不想夹击 但现在夹击事实证明并不好 白骑就简单一飞压 然后肩冲也可以 打入也可以 甚至碰 甚至不走就守个脚 都是可以的 都认为白骑更好掌握一点 高挂其实也是可以 高挂顶的一个变化 我们之前讲过 像这个大雪崩小雪崩下的人 已经比较少了 更多是立一个 立完以后 就比如说黑骑爬几下 就走成这样一个定式 随后再挂个脚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也有是拐了一飞 这个我不是太喜欢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这样一个定性 斑应该还是最常见的 如果粘上的话 黑骑就跳 粘的话 黑骑就跳 白骑拆一个的话 黑骑比如说点33 或者挂脚都可以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实战 虎的话就先点33 或者挂脚也都有 所以点这个33也有 下骑还是没有 尤其布局 是并没有那么多约束 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下 自己想下的骑 这个非常重要 实战白骑挂 黑骑小飞 白骑拆 他选择值得注意是拆高位 而不是拆这个 拆高位 随后唐中哲是做了一个选择 这一挂脚 先在这挂一下 白骑走 再拆这个 这个选择五口后飞 也有这个时候选择点33变化 点33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方 白骑如果长 黑骑也可以爬 白骑扳 白骑如果逼住 黑骑又打吃了一粒 这几乎也成为了现在的一个布局的套路吧 随后白骑看对这块骑怎么攻击 这里其实尤其要研究这一代的工方 对现在的围骑来说很关键 首先白骑如果飞 飞的话黑骑会走哪 当然是黑骑压是形状的要点 千万这骑不要去尖顶 一尖顶就完了 一尖顶被白骑一尝 白骑这个子恰到好处 黑骑特别的难受 这个骑行 如果钉的话 白骑就跟着飞或者跳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骑一尝 加了还要受到这一手骑的摧残 这一打这个黑骑太难受了 所以这个骑行是千万不能下出来 压住这个是骑的要点 白骑如果扳的话 黑骑虎下 白骑打吃 黑骑沾 来断 黑骑可以先双一下 也可以先断 骑风犀利点的话可以先断 再长 形成一个乱战 白骑如果尖 黑骑扳了双 这个战斗黑骑没有怕的道理 这两个字可气可取 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一个变化 白骑在这个局面下 白骑可以往里长 长的话黑骑要沾上 白骑再走的话 黑骑也不怕 黑骑因为这里顶一带有先手 黑骑可以扳了一虎 这个黑骑的眼型很丰富 白骑吃的话 黑骑就把这个夹吃了 黑骑是火起以后 将来还瞄着这里的扳下 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 那白骑如果退的话 黑骑就拐上 这里的黑骑的骑行 基本上将来随时一肩就是火起 黑骑也不怕 所以面对如果这部白骑飞的话 黑骑压这手骑是形状的要点 千万别去走这个顶也没有走到东西 顶看上去是骑行 但实际上相当还是有问题 白骑飞也好 就跟着跳也好 并不好 这部鸭才是骑行 同时白骑也有尖这个 尖这个我们之前在之前节目中也介绍过 胡 斑 一长 按照最早以前 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 几乎黑骑一拖现 白骑都这么下 但现在黑骑就比如说点这个 白骑尖的话 黑骑就跟着尖 白骑如果飞的话 黑骑就挡回 这个黑骑不怕 甚至将来这个暂时保留 将来有这个贴下的可能性 白骑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骑就走走唱 就走走唱 黑骑飞这个 白骑长 黑骑就长一个 把白骑压迫一下以后 在走大的 比如点脚 比如挂脚 都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这一代也有了一些 比较崭新的一些下法吧 走这个也不是太怕 还有的是 我记得白宝强跟我下过一盘 实际上是拖了一粒 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下法 黑骑有尖冲的 我看过一盘 有人是这么下 尖冲了一跳也有 也有就直接出头 尝一个的也有 尝一个稍微凝重一点 尖冲跳 单跳的也有 甚至夹击的也有 应该说选择还是比较多 飞这步骑有点松缓 对黑骑这两个字的压迫性不强 不太建议 还有跳的 跳黑骑也有 跟着跳的也有 尖顶的飞一个的也有 尖顶的飞补的也有 也有尖顶的尖顶 那这样接下去 白骑就把它一手封住 其实可选择 招法还是很多 白骑可以下成这样 然后黑纸拖鞋 比如逼住一个 或者挂脚都可以 这个 点三三也是 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 一个选择吧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好 唐冲哲骑 他比较喜欢下后了 拼后半盘那种 这名骑手 唐冲哲应该也说 是非常刻苦的一名骑手 我们称王称 私下肩 我们称王称为打普鸡 就是几乎所有棋谱都要打 而且都能背出来 而唐冲哲我们称他为看棋膜 就是说他所有的棋谱 包括网络棋也都爱看 都也是看了无数棋 因为说对现代流行的变化 都是非常非常熟悉 他这个下法是比较 最早唐冲哲刚出道的时候 棋是非常凶悍的 攻击力特别强 而现在棋就是特别特别稳 特别厚实 是厚积薄发 擅长在厚发制人的一种棋风 棋风应该说变化特别大 实际上这样一个选择 应该有他的一个研究 实际上是江志勋这样一个选择 唐冲哲逼入这个 这是以公为首的一首棋 实际上黑棋坚顶 这棋黑棋冲当然也有考虑这个打入 这个打入也是很不错的一首棋 白棋首先别拖过 拖过的话会出问题 黑棋搬 甚至尝一下 甚至尝这个白棋都挺难受的 狠一点尝了再爬回 这个战斗也很乱 走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走这个黑棋再一打吃 也是可以考虑 所以单拖过不行 白棋好像只能这飞出 飞出就形成一盘乱战 黑棋贴 白棋走 黑棋再贴 黑棋再靠出 这会形成非常乱的一个战 走这样的话 白棋可以先可能要搜关你脚上 或者就自补一个也可以 这将来被白棋跳下 再跳下也很难受 所以这部打入也是可以考虑选择的 然后我通过观看江之勋的棋 江之勋应该说是我认为 目前韩国最有实力的一名业余棋手 非常有实力 他的棋应该说是有战斗力 但平时棋刚开始棋 也是韩国棋手一种典型的风格 特别的稳健 这两个尖顶还是非常稳健的 黑棋跳 接下来一步棋就是面临的一个选择 实际上唐冲者是选择了 他的反应他风格的一种棋 就是稳健 就是后置 先把自己这块棋安定下来再走 其实黑棋也很有 白棋也很有心情将这个布局提速一下 这时候我棋先捞一票 把全局的速度给打快了 这里我就重新处理 这走一个白棋就比如说拖 只要我保证这里别死了就行 就比如说黑棋可以这么下白酒打吃 沾上白酒沾 这黑棋接下来攻击 攻击黑棋也得走一个 不走这手棋的目数太大 而且黑棋两边全保了 走一个的话 白棋就可以考虑再跟着走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图 实际上白棋是选择了这个跳 这是反映唐冲者一种 很稳定的一种 很厚实的一种棋 他先把车安定下来 但我可能不太愿意布局 是在这里再走一个 我可能不是这样的一种棋风吧 但绝对不能说这不是问题手 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一部棋 实际上黑棋走这个点三三 他现在棋也挺奇怪的 照这个局面 黑棋其实挂脚肯定是可以的 黑棋如果加击的话 稍显一些无趣 因为加击的话 白棋估计会反加 如果黑棋再飞一个的话 白棋即使不马上冲断跟你战斗 就算飞过 黑棋这两手棋也有一种 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没有发到力 也没有走到实际性的东西 最好希望是如果能挂到一下 白棋如果坚定 黑棋走这个 白棋跳 黑棋就拆个二 这样黑棋在有根据地的情况上 对白棋这两个子发起威胁 发起攻击 如果再不走的话 黑棋走要直突 轻吞你这两个子 这样才比较有力道 但可惜黑棋挂脚的时候 白棋肯定是会选择一件低加 然后估计黑棋会点33 估计会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然而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有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一个对比 你是更喜欢这样直接点33 还是做交换一个以后点33 AI给出的一个答案 我总加上我觉得 他是更喜欢直接点33 他认为这两个交换并不便宜 即使这样的 有的情况下 他都不主张扳张 而选择直接飞 而实战黑棋 显然是认可AI的这个判断 他也是选择直接点33 保留将来的攻击性 在这样一个局面 这两手机的交换 确实不见得便宜 白棋长 黑棋爬 白棋走 黑棋搬 在这个时候 后面唐仲者一步棋 应该是极有思想性的一手机 尖充 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黑棋如果低杆跟着贴着 跟着硬的话 那白棋估计会在这完成定式 再连扳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定式 黑棋吃 把这站 黑棋打吃 把他吃 这手机就起到了一个引针的作用 他说这一带的配合非常好 这里白棋是一道式 但不是实地 而白棋这两个词也处于一个需要接引 但不能不易用来唯控的一种状态下 这因为唯控的话 这一家这都是没有空的地方 但将来白棋一旦有空的补一个的话 这确实要实地化 所以他说 而且这个配置应该说是非常理想的 黑棋如果走一个 白棋补一个 应该说是还不错的一盘棋 这是他的一个构思 可惜江之勋也是非常有实力的棋手 他显然就 这一尖冲就知道白棋想干什么 选择打吃一粒 我一直觉得这个黑棋的棋型很饱满 很舒服 但白棋作为一个补偿 将来获得一个贴下的一个手段 他先是尖顶 现在单贴下的话有些无趣 单贴下黑棋就走 白棋一走 黑棋可以拖 可以考虑拖 也可以考虑拆盖 白棋这里走的 得到的收获不明显 白棋所以先在这走 白棋如果一间低加的话 黑棋估计会爬 这里会模糊一下 实际上白棋先尖顶 再加击 下一首也充分体现了 江之勋的一个棋风的一首吧 因为有不少棋手 我估计会选择爬 这个爬的一个好点还是很明显 白棋估计会进行一系列 对这些攻击 比如说正啊 比如说飞正啊 都有可能设置跳一跳 都是有可能的 但其实也不明显 也没有明显特别的好的好点 而实际上 他的思路很清楚 我飞一个 飞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知道白棋有可能会挡下 但他同样认为 下面这个打入价值非常大 这个棋形走完以后 为什么比较喜欢黑棋呢 一个最主要原因是 白棋如果要连上的话 这不是空 将来黑棋能跳 却下面没多少空 而黑棋如果走攻击的话 白棋这块棋就没有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棋形跟这个相比 要差的不少 这个白棋活力 比如说搬了一虎 这棋活力还是很大的 而实际上这个棋形 我是认为黑棋是不错的 所以一般来说 长完黑棋飞 飞我是愿意拖鞋 而下成这样的话 我是不太愿意拖鞋 因此如果让我来下这个棋的话 我估计我会选择长 我估计会选择 就是一个简单的完成一个定式 长路 这其实白棋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但唐中者可能不太喜欢 这样的一个格局 黑棋就再一打的话 这块棋到底是后卫 还是薄棋也是不好说 但我估计黑棋要打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有可能会跟着跳 就把这块棋张起来 黑棋估计这个不容错失 肩冲 黑棋飞 飞完以后呢 白棋确实没有形成硬了 这个挡下很大 这个接下攻击白棋 其实可以考虑这一招 这招也是挺厉害的一招棋 黑棋如果愿意卡一下的话 就先亏半手 就至少亏了半手棋 但不垮的话 白棋将来有可能冲 贴的话白棋顺势一长 黑棋这个棋型效率太低 所以这也是可以考虑 实际上白棋贴下 应该说其实摆这样高手棋啊 应该也说非常有意思 可以解读他们的一个思路 其实黑棋这部棋的意思就是 我这棋很崇荣 我不怕你挡下 你挡下固然大 那这样的话我就能抢到先手 打入这个 我认为这个打入也很大 而白棋的意思是 我愿意下车这样格局 这里的战斗我也不怕 所以黑棋打入以后 双方在这一带的战斗 应该说会直接关系到胜负 黑棋打入 其实白棋第一杆还是要震 但估计黑棋会怕 有些担心黑棋靠 或者拆一之类的反击 所以白棋先决定先下轻 同时飞一个将来轮动 黑棋不下 让白棋再加到一下的话 隐隐约约对将来 这里还是产生了一点的威胁 黑棋驱阵 这首棋我觉得 我并不是太认可 这首棋 我觉得黑棋现在可以考虑 一个是跳这个 堂堂或者跳这 堂堂正正出头 肯定没问题 另外一个小飞 也是四小十大的一部棋 这个把这跟馊了 白棋如果跳 黑棋再跟着出去 这样可能更为顺畅一些 实际上黑棋走这个 看上去凶 但其实本身 它骑行是有破载的 白棋尖也好 甚至尖顶了一般也好 这将来都是有骑的 黑棋本身的联络 是有问题的 白棋打吃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 白棋就算刺 这本身也有毛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白棋没有必要 黑棋没有必要去走 我觉得大家出头 这里价值也并不是 特别大的地方 我是比较推荐 这里一带出头 或者走这个 实际上黑棋走这个 白棋拆一好骑 已经自动的好手 黑棋如果飞的话 白棋就飞过 这个黑棋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关键是黑棋这块很薄 白棋有这个靠段 也有这个靠段 还有这个次段 黑棋如果在这 这补的话 也补不好了 白棋再就算尖一个 这一代黑棋也不明所以 而白棋都下到实会 把两块落棋连成一片 所以黑棋必须要阻度 坚定 白棋跳我认为是有一定的一步 稍缓的一步棋 白棋可以考虑飞 白棋再挤 白棋可以再扳 这是比较凶狠的一个下方 走 再连扳 这其实可以很厉害 白棋是可以考虑这么下的 实际上这部跳 我觉得是稍缓的一步棋 但他肯定也看见了 黑棋飞以后 白棋有这个飞出的好心 从总体来看 我觉得黑棋这一代并不得意 白棋这首先有眼型了 而且白棋也出头了 黑棋病 发力的 之前我们也讲过 前几次节目也讲过 我是这个直面下 白棋有党的时候 我这部病 我认为是 我吓得特别后悔的 将来被人一断很难受 但现在没有这部党的话 这部病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不走的白棋加 我们刚才也讲过 跟这里的一个战斗 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同时只有病完以后 将来才能在这里发力 比如说这里点啊 这里夹着脖子来一下等等 这是积蓄力量的一步棋 白棋点也是抓住 黑棋的形状要点 白棋这时千万别着急 着急这样来一个 被黑棋一点尴尬的 反而是白棋 白棋如果连上的话 黑棋是不出头 往这走一个 下面已经活干净了 白棋自身是薄的一塌糊涂 将来黑棋首先有顶 顶是棋型 所以就算这样出来 白棋也很头疼 所以这双方根据地还是很关键 利也是冷静的一手 千万别去搬 搬的话被白棋一虎 黑棋没骑下了 黑棋如果在吃 白棋打吃 黑棋提 白棋虎 黑棋走 白棋提捷 这黑棋无比无趣 走这个 将来白棋一断打 还有一个 鸡膀就是一个活形 白棋在这补上 这黑棋太无聊了 所以利是冷静的一手 这个时候白棋还是要 首先补强自身 千万不可着急 像这种招 其实黑棋根本不怕 出头或者点都可以 白棋先把自己的形状下好 这一代 我觉得两人的攻防 都是非常精彩 很见功力的下方 顶 看上去都是很朴实 但实际上双方都是在 互相的抓 拿捏齐形的要点 白棋走 黑棋跳 实际上白棋这不贴 我认为稍缓一点 当然他也有他的考虑 这其实逼着黑棋补齐 不补的话白棋有杀招 走这 黑棋打吃 这没办法 必然的 随后挖 这个杀招很厉害 这基本上黑棋就已经没办法了 这个就黑棋完了 白棋战 黑棋气显然断了白棋一挡 气显然杀不过 所以黑棋必须要补齐 只是这个时候 黑棋补齐本身就有一手棋价值 不能是补在这里 补在这里 实际上是黑棋补在了这里 补齐本身就有一手棋价值 那么白棋这手棋到底有没有一手棋价值 我是觉得白棋可以高效力把这个尖冲了补 把这个子吃了活了不好吗 这个估计黑棋还是要往这一带走棋 那这里白棋还差的有点多 黑棋一小尖 当然显然唐冲哲对这个尖还不满意 他的构想是要在这发力 尖 搬 就是我们刚才摆的这招棋 黑棋如果虎这个的话 白棋就继续考验你 打吃 你可以打吃这个 但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就是脚上这个子掉了 这个白棋木树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里全厚 将来也不影响这个继续吃这个子 作为黑棋来讲 这是确实很难硬 尖来搬这个招法很厉害 尖来搬 不能走这个吧 这个被先手搬一下 这作为一个高手业余顶尖骑手来说 是绝对受不了的 那实战黑棋给出了一个答案 下得非常好 就下不好的地方 那怎么样就不下了 黑棋开始抢攻白棋 掌握大局的要点 正主 可见这个江志勋啊 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你如果打吃阻度我 你这时如果再来把我断开 其实你很无趣 你走的也都是单关 我这个子起到接力的作用 所以说下期还是不容易的 在这一个局部 可能看到两位高手真的是斗智斗勇 实在长 其实这也有关于一个判断 走这个 白棋在靠 应该说拼的都是非常的凶啊 因为这盘棋就是一盘冠亚军决赛 谁一谁冠军 黑棋这块是没有活干净 白棋要搅住黑棋 唐中哲这里也发挥了他这个 力量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但江志勋也是很厉害 先点这个 再挖这个 就一直是在拿捏白棋的一个棋形 白棋返天 大家如果这棋 出出打普的时候都不知道 他们在下什么 都看都有些看不懂 实际上每步棋都蕴含着 他们的一个生意 白棋走这个就是高效率 要补这个段 黑棋顶的话 白棋就顶过 黑棋不怕 同时就是还是要威胁着这块棋的整块棋的生死 而黑棋呢 给出了一个最好就是尖这个 这也是之前挖这部棋的用意 没有这部棋的话 我们会发现被挤断了 对吧 是有棋性弱点 有了这个子接印以后 这里呢 就可以了 这被黑棋一尖的话 这局部 白棋很痛苦 实际上白棋斑毡 这唐忠哲拼劲很足啊 先把这个捞掉 逼着你先这里做活 撞后我 我再决定这怎么处理 其实作为气势上来讲 黑棋正一个 这是应该说是非常有感觉的一部棋 你吃我这 我要把你这全吃了 谁大谁小还不好说 但如果考虑到这盘棋 是一盘冠阳军决赛 又考虑到这个韩国棋手这种风格 比较平稳的这种风格 那确实我觉得这部棋可能性不大 所以从道理上讲 唐忠哲这部棋啊 还是赌对了 这部棋因为将来被黑棋搬毡 黑棋已经活了 白棋厚薄上差很多 所以还赌对了 在这里啊 我们也可以谈讨论一下 韩国业余棋手的一种风格吧 他们的棋 其实说 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棋手 至少十个里面有九回 都是一样的 就前半盘下的特别特别的稳 就只要不让你成大空 最好是大家一小块一小块 落后点 他们一点都不着急 然后后半盘下的特别精细 而且尤其的尤其 我觉得他们的独秒功夫特别强 其实我们和他们下比赛 包括网络上的一些比赛 他们这方面确实很占优势 而我们中国棋手赢他们去 基本上都是一种什么先捞后洗 或者把它吃了一块 经常是靠一锤子买卖这方面 他们赢得比较多一点 而正正如果一种很细的格局 比关子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吃一些亏 所以应该说两国的棋手 两国的业余棋手来说是互有特长 韩国棋手的后半盘 尤其他们后半盘冷静 有的时候跟他们下 我觉得我赢得特别多 盘面20亩 但收着收着 其实这棋也挺细的 因为他们的棋特别热 他们把棋下的特别厚实 然后慢慢再找机会逆转 而他们很少会有一下子去 一下子特走特别极端的情况 这排棋我们也可以看出 我们回到棋盘之后来 这排棋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局部 逃出了班战以后 黑棋 其实我估计逃出这间 已经看穿了 对手不会跟你赌这个 因为这个走完以后 白棋就比如说先把这一招 把这块先吃了 或者团一个 先把这块棋吃了 吃了以后 你这手棋吃在哪里 你敢不敢吃在这一袋 吃在这一袋 白棋很有可能活 比如说这走两个 这一贴 很有可能要活 但你吃小了 被白棋这里拦一下 你敢不敢反击 反击的话又不一定够 不反击又不一定够 所以他觉得不可能 所以这一地方 应该是唐中者得分了 黑棋这个做活 也要动点脑筋 走这个 勉强做活了 随后白棋 黑棋走了 白棋这里 木树上已经得一了以后 那要处理这款棋 从前半盘来看 由于白棋这一开始 稍微缓然电 目前应该说是 黑棋稍微主动的 一个局面 尤其其实黑棋 这一单挖了 这些串下的还是相当的好 下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这盘棋的质量 应该来说是 相当高的一盘棋 最后白棋冲 黑棋沾 白棋死 黑棋沾 这种子不能被吃 只要看是小 但被吃了以后 白棋就全活了 白棋打吃 随后白棋补漆 白棋把这个补了 同时也威胁着 这块黑棋的生死 如果不补的话 黑棋一挤 这是有眼的 白棋不敢沾 沾了被跑 白棋补完以后 黑棋马上也要补漆 踢了 那这个战斗 基绑告一段落 这里基绑黑棋 也是成为活形 这里黑棋有跳 如果风的话 可以做活 走这个的话 黑棋还可以跑 这里基本上 也是成为一个活形 这里白棋只能夹 夹的话 黑棋是有个打结眼 这个是一个打结眼 白棋除非是要自损 才让它成为半个眼 这只不好杀 黑棋基本上 走一走 基本上就活了 这里走一走 基本上也有眼 所以这里的攻防 这两块大家都活了 接下来就要交代这两块 从目前局势来讲 白棋目数上并不领先 然后这块棋也不如黑棋 这块棋 应该说是黑棋稍优的局面 究其原因还是布局的时候一些问题 尤其这个棋形是跳一个也有些缓 嗯 那随后白棋肯定要出头 但出头的话 如果只是跳的话 这个棋形被黑棋一冲 这已经烂了 所以一定要搅住黑棋 靠这个 黑棋冲 依然破坏棋形 走这个 战 唐中哲尽管这盘棋开始劣势 但确实一直拼得很凶 也充分体现了它一个计算力强的特点 使用黑棋挖一个稍有轻率 唐中哲尽马上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其实这时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是要挤你 挤的话黑棋走白棋再连搬 白棋要把棋形走出来 但黑棋其实可以考虑挤这个 先把这下卖 白棋如果愿意被黑棋封断 那这个黑棋太满意了 这先手打断的话 这全厚了再搬一个 白棋如果沾的话 黑棋再搬就严厉多了 白棋这下挤不着了 挤的话黑棋要反击了 所以这或者甚至黑棋沾上都可以 这一下其实能不能挤到还差很多 但至少黑棋要搬这个 要抢到这个搬 这个是这个时候的一个关键 实际上黑棋挖完以后 这就出了一个问题 它肯定想的比较简单 白棋打吃 黑棋走这个 这样的话确实黑棋很顺畅 白棋如果从这出头了 黑棋再靠一靠 这缠绕攻击黑棋全厚了白棋还都没好 但唐冲舍这一步是勇敢的拼搏 有了这一手这棋又显得非常的混乱 黑棋走 白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跟黑棋进行对杀 打吃 随后最令白棋感到一阵痛苦的是这一下 黑棋打吃这下时机特别难受 白棋从这里的一个棋形来看 特别想提这个 但提这个的话 黑棋比如说点一个沾 黑棋虎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气 白棋冲 这黑棋没有办法只能渡过 白棋打吃 黑棋沾 这基本都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时候白棋要杀赢黑棋的话 只有把这个盐鼓出来 然后黑棋一沾 这时候白棋就发现悲剧所在了 打吃 走 吃 提 如果这是能毁齐就好了 这部齐放在这 那白棋就快一齐 但如果提的话 被黑棋长出一齐就慢一齐 所以这个时候很难受 白棋想了半天没办法 尽管痛苦 但这一下还是要被白棋打到一下 只能粘上这个 打到一下 黑棋随后点一个 就是黑棋局部对杀 黑棋是不利的 走这个的话 也最多也只是双活 比如说黑棋走这个 白棋一挡 其实对黑棋有利的局面是双活 双活是让白棋甩掉一块 孤棋的包袱 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那黑棋就要开始动脑筋了 走这个 再一打吃 走 一起沾 再打吃这个 这是考验白棋 白棋首先 这个作为必须要计算是能不能走这个 这个从质感上讲就很可怕 黑棋断吃 下面白棋扛得住的 杀器也没问题 但问题是这里有点扛不住 黑棋打吃 针子是可以躲过一截的 但黑棋在吃 尝 这黑棋刺了一夹 白棋这块就被干掉了 这个干掉黑棋这块全活了 那这个白棋不行 所以思考再三 这棋 黑棋这里次序也下得很精妙 在突发变故之后 马上能冷静下来 找出最佳的一个下法 先打吃这个时机非常好 白棋长 形成了一个转换 黑棋打吃 白棋提 再来 提掉 黑棋挖了 然后白棋当然也很有收获 白棋吃这个 黑棋贴 白棋搬 黑棋走 白棋提掉 当时我在看棋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这棋白棋有机会了 从布局时到一直主动 对手确实黑棋下得非常的好 一直是行人流水 占据局面主动权 但提掉这两个字 白棋这块棋基本已经安定了 因为这有半个眼 对吧 这棋是一冲 白棋随时花一手 其实这棋就做活了 这尽管没有眼 但冲完以后一打吃 也基本上就花一手 其实做活的 黑棋吃了这三个 白棋吃了这两个 那白棋明显有收获 本来这盘棋就是挺接近的一盘棋 况且这里明显有收获以后 应该好了 但仔细一判断 这三个子吃掉的价值 好像比想象中要大 首先黑棋也厚了 对吧 第二个黑棋把这里的引化给消除了 况且黑棋将来这步跳下去 打结的可能性大增 所以黑棋这时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韩国骑手确实很仔细 在这个时候先打吃了再挖 在这里跑之前 先打吃了再把它挖死 就是要防这个 就是准备好跳这个 菲德里这个结打输了 白棋这下打 你有可能打不着了 这只是五个子残子 所以这种棋确实下得很精细 多出这一跳 这里黑棋的得失 黑棋并没有亏太多 感觉上是白棋追上很多 但实际上这盘棋依然是黑棋优势 打吃是抢先手的下反 真掉 这下完以后 黑棋也把这块也下后了 所以尽管唐中车这里拼搏得很精彩 但如果客观讲 这个局面还是黑棋优势 这盘棋应该说是江之勋状态非常好 下得非常好 长 所以又靠 白棋扳 黑棋点三三 这又是一套组合拳 白棋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立 立的话黑棋走这个 打吃 这个图白棋一看就知道其实hold不住了 白棋如果拐 黑棋就是跟着长 甚至这跳黑棋也受不了 这个白棋要把这个脚吃了 黑棋随时就煎一个 这棋都快活了 要吃这三个子太辛苦了 所以这个时候靠完点是一套组合拳 也是这个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场合下方 靠了点以后黑棋扳 下面一手我是持有一定意义 这个白棋实战堂中车打吃了一下 我是觉得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拼住空 还是应该把这个空给拼住 拼住空的话才能给 黑棋其实这全局也没有多少空 这盘大家都没有什么实地的情况下 拼住实地至关重 但他可能有点觉得这有点薄 被黑棋先什么打入一下 这一代比较苦 他不是觉得现在把这棋下下后 不愿意这么下 他想抢先手 更主要的原因 唐松这局后跟我说 他对这部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但实战这部棋显然是 过于高估了这手棋的价值 对手处理的太冷静 白棋连搬 按照常规的时候 黑棋沾上的白棋一虎 那白棋这个 这块空一下子起来了 谁让黑棋下的很灵动 吃 打吃 把这两个字给弃了 这两个字弃了 尽管黑棋是明显有收获 白棋是明显有收获 但黑棋这一代把中央的潜力消了 黑棋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像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形式判断 白棋这里算一二三四五五木齐 这里基本上只能算黑棋跳白忍 六七八九十 十木 这里点十五 这二十 这一块点十木 应该说是应该算点的已经比较多了 白棋走一个的话 有可能有这个 然后中间这个五十 十五 二十 白棋加在一块应该三十多木齐 三十木齐加中间的一点 很难说的后卫 还是那个孤齐 还是薄卫的一个地方 三十木齐 黑棋这款十三 这里吃了六亩 十九 二十二 一 二十二 这里两三亩 二十四 二九三 三十二 黑棋有四十亩 再加这里一点厚 所以这棋啊 还是黑棋盘面 十亩要明显强 但该白棋下的一个局面 但同时黑棋要比白棋厚实一点 这棋明显是黑厚 所以这棋依然是白棋的难局 他如果经过思考以后 这棋不能不补啊 不补这打入依然眼里 尽管你吃了这棋 但随时你要还要防着人家跑出来 这如果万一多个子的话 还有可能跑出来的可能性 依然需要拼捕 捕墙 所以我黑棋的一个下方 当时我们认为 刚开始下棋的时候 其实这盘棋 我和李戴春啊什么都在看 当然李戴春一看 他走这个 说这个韩国人是不是打勺了 白棋一吃 黑棋一提 白棋一搬 黑棋这两个字 其实动不了 动也没有意义 其实往这走 走出来没有意义 白棋就随便走一走 就跑两个白棋打赤斗先手 没有意义 但实战下完以后 等下了几十步以后 其实才明白黑棋想干什么 他最主要的就是看中这个提 他提完以后才能在这里发力 下了很好先攻击 这个白棋不能不走 不走的话 背黑棋一团 这局部要死了 白棋先冲一下 走 白棋一挤 这个时候 黑棋千万别去打勺 当时我就看错了 我就想 黑棋为什么不去把这个引过了 这个还是很大 但实际上这么下就完了 黑棋走一下 再扑 白棋这个打吃是先手 一立 这是活棋 所以这下挤是后手 但黑棋 黑棋多了这手棋以后 继续对这个白棋发动攻势 一边收官 一边就是要威胁白棋的生死 这个很难受白棋 白棋如果单提的话 黑棋一跳 这个白的 别说做活 其实活了也不便宜 白棋之前是补在这 黑棋兼冲了一下 是这样走 其实活在这也不便宜 实际上白棋靠 一定要借助黑棋的包围来做一些努力 接下来黑棋的一个下方 我是觉得稍微有些过分 黑棋实际上又是把这个捞了一瓢 其实我觉得黑棋还是人的精力补一个 把这连上的话 黑棋已经是不错了 实际上补这个的话 它是为了防掉这个先手 这是一部特别狠得起 先捞你木 然后同时看你这怎么连 它把这里完全当做自己的后卫 但这个显然低估了唐冲哲的一个爆发力 这一下子白棋又感觉着有机会 白棋一沾以后 黑棋才发现自己也并不厚 钉其心的要点 这白棋不能省 直接被一跑就完了 一跑眼位和断点全出来了 只能顶住 实际上黑棋跳 你看这也是韩国棋手典型的一种风格 就朝朝都要下在木上 他可以怎么样 他不愿意走这种连上没有木的棋 他朝朝都要下在木上 可以了你回家也可以不吃你 但必须要下在木上 白棋一挖 当时这不好棋 黑棋现在其实如果继续要攻杀的话 已经是有点力不从心了 白棋在一小间 这黑棋气都紧了 所以黑棋现在就是从进攻转为防守 但他得到是走了 收了这两部特别大的关子 这已经是攻守逆转了 当时我看起来说我觉得 因为双方时间都比较紧了 我当时觉得唐中哲这是不是已经有点机会了 黑棋沾 但下面一首棋我不太能理解 我觉得这个白棋沾实在是太消极了 这无论如何白棋应该拼到这吧 我觉得场也要拼一下了 这棋我事后问唐中哲你 这棋为什么不拼 他说他当时觉得这棋 确实因为时间太紧了 这觉得上面走一下 有点看不清 而且气黑棋也很长 但其实这个还是有的一啥的 黑棋要先手挖一手棋 阻断黑棋气其实挺紧的 他觉得当时这么下的话 没什么把握 就黑棋可以吃一下 吃一下不亏 这可以预料到变化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黑棋跳补 那白棋其实可以再挖一下 再断打 这个变化还是相对来说 白棋有这样的一个好手 断打 黑棋提 白棋沾 这黑棋要补齐啊 不补齐再被一吃 甚至白棋还可以吃一下 这都是有机会的 这个截斗黑棋都打不动 所以黑棋如果团一下的话 白棋还可以继续跟着杀 这应该说我觉得是 无论如何也是黑棋 尽管可能不一定是白棋 必然能一击得手 但至少白棋应该这么拼搏 这也是白棋一个非常好的良机 但实际上白棋这一沾的话 这个机会稍重极势 黑棋马上就开始收兵了 黑棋马上就收兵了 一团 这个是奇形要点 这南宁白棋不敢开这个 而且自身的问题都已经出来了 于是白棋又只能转成防守 一冲 黑棋已经完全处于一个收兵的状态 一方面联络自己 同时他看你里面不好做活 白棋搬 黑棋一顶是好起的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太困难了 白棋一走 黑棋打吃 白棋沾手 白棋其实特别想沾 但沾的话 黑棋肯定会杀白棋 这个局部 黑棋打吃不成立 打吃白棋正好有这个 长气的好手 一提 黑棋杀不了白棋 黑棋走的话 白棋一爬就活了 黑棋走的话 白棋一脱先 这白棋也活 这黑棋目数损了 但是黑棋可以直接杀这个 白棋打吃这个没用 因为气井的关系 搬不下来 白棋只能吃这个 黑棋走 白棋提 所以黑棋只需要打吃这个 白棋站 黑棋站 这个局部 白棋杀不了黑棋 因为黑棋力士先手 白棋只能靠这样顽强的手段来 这个黑棋是不怕的 黑棋就慢慢悠悠悠 给你打这个缓气节 甚至还可以先做一下 这个是不怕的 黑棋就算打吃吧 这个就没有任何变化 白棋点 黑棋就提节 这个是一个缓气 黑棋就粘上 你吃这个都可以长气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怕的 那然后 这个局面下 上射这个机会 这个局面已经 上射刚才这个长的 最后拼搏机会 其实白棋就已经很难下了 实际上思考再三以后 白棋 无奈之下 只能走这个 那这个黑棋实在太满意了 黑棋体节 产生了一个无忧节 黑棋体粘 白棋粘 黑棋收兵了 就把这个虎了 把自己做活 白棋打掉 随后提节 几乎通过这样的一个战斗以后 白棋得到了一个节 黑棋打吃也是自重的下法 他应该 这是一个明显觉得优势了 提 白棋断 这个断也烧死了 本身又走了这拖一个有亏半目的可能性 亏一目的可能性 提节 黑棋这一跳白棋没法硬了 再硬的话 这个节 这首先冲本身也是一个节 这里一个连环节打不动 只能拖的话将来顶啊冲啊都是节 没有办法再硬了 只能消节 那这个转换黑棋 白棋明显亏损 黑棋中间的木树还在 把这里活到这里 脚上木树也没减少多少木 这还收到有关 这也虎到一下 这样有个大生腿 而白棋只是这里木树稍微多了几木棋 而黑棋最大的收获是这里连走两把 这四个给吃了 这差的有点多 黑棋一长 所以这时黑棋就已经进入一个安全运转的极面 打拔又是又厚又大的棺子 这可能对于白棋来说已经是机会渺茫了 实际上加一个也充分显示了唐中这顽强的一面吧 但黑棋冷静粘上以后 白棋粘 这里不足以逆转胜负 而且也不一定便宜 将来随时一扑这三个子还是要掉的 所以中刮整盘棋吧 应该说这盘棋的质量还下得非常好的 在双方一个小时包干的一个短时间的用时下 双方下出这样一个高水平对局 应该还是很精彩的 尤其江志勋的状态确实非常出色 整盘棋充分体现了韩国骑手的一种特点 后半盘的收束精彩 前半盘也直线也难捏得非常好 而唐中哲这盘棋的拼摸 他其实这盘棋我感觉 总的进气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但一直在拼 整个一个拼摸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希望他们以后能奉献跟他精彩的对局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